《歌約彈河》 《歌約彈河》 摩西去世後 接替他的首領是約書雅 約書雅率領以色列人來到集庭安迎窄寨 他吩咐各族的首領 你們要走遍營蹤 告訴百姓 預備食物 因為三天之內 我們要過約彈河 進入上帝賜給我們的地方 約書雅暗中派兩個探子 先去河對面的耶利哥城打聽消息 那兩個探子偷偷渡過約彈河 運進了城裡 來到一個名叫喇合的妓女家 在那裡休息 有人密報耶利哥王 今晚有兩個以色列的探子進了城裡 耶利哥王打發人去見喇合 聽說今晚有兩個人去到你家 你要把他們交出來 因為他們是以色列人 是來規探消息的 那個女人 一早把兩個探子 藏在房頂的麻街中 但是就說 是有兩個人來我家 但是他們從哪裡來 我確實不知道 天黑要關城門的時候 他們已經走了 你們快點去追吧 或者可以追得上 那些人聽了喇合的說話 趕緊往約彈河盜口追她 女人來到房頂 對探子說 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塊地 賜給你們以色列人了 上帝讓紅海開路 和你們在約旦河東 殺人毀城的消息 我們一早就聽說了 大家都很害怕 求你們在功成的時候 可以保存我一家人的性命 那兩個探子邊說邊起誓 當然 當然 只要你不洩露我們的秘密 我們寧願替你去死 耶和華將這座城賜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必以慈哀誠實待你 於是喇合用一根紅繩子 將他們從窗戶裡聚下去 因為他的房子在城牆邊上 出了窗戶就在城埃了 喇合叮囑他們說 你們要往山上去 在那裡藏三天再走 這樣才可以躲過追兵 是的 功成的時候 你將你家人都集中在你屋子裡 將這條紅繩系在窗戶上 我們的人見到就不進你屋子了 但凡是出了家門往街上去的人 我們該不負責 喇合打發他們出去之後 順手就將紅繩子系在窗戶上 那兩個探子在山上躲了三天 等追趕他們的人都回到城 就落了山 過了河 將探聽島的情況 向約書雅做了回報 三天之後 以色列人開始到河 約書雅吩咐祭師 抬著約櫃走在前頭 百姓跟在後面 兩者保持約一千米的距離 以免百姓被約櫃擊殺 祭師抬著約櫃走在前頭 他們的腳一站在約旦河水裡 波濤洶湧的河水就在極遠的地方 亞當城那裡停住了 形成了一道壩 這個時候 往下流到沿海的水 也都全部斷絕 這樣就形成了一片干擀的通道 台約櫃的祭師在河中間站定 以色列的百姓就從干地上順利渡過了約旦河 上帝吩咐約書雅 你從十二支派中各選一人 從約旦河祭師立足的地方 每人取一塊石頭 放在你們今晚要住宿的地方 約書雅都照做了 等到以色列的人馬全部都到了約旦河的對岸 約書雅吩咐耶和華的約櫃和祭師 從約旦河裡上來 祭師們抬著約櫃離開河中間 繼續向前走 說來都奇怪 祭師們的腳一踏上岸 河水就湧過來 只是一陣間 約旦河就恢復了它以前的模樣 水仍然是漲過兩岸 徒升陣陣 正月初十 以色列的百姓們從約旦河上來 在耶利哥城的東邊吉甲安夏迎來 約書雅將從河裡取出的十二塊石頭 納在營地 作為以色列人過約旦河的永久紀念 這些石頭到現在還是納在那裡 約書雅按照上帝的吩咐 看著被以色列人走割禮 因為從埃及出來的那些民眾 都已經死在曠野的路上 而出埃及之後所生的人 都沒有走到割禮 走完割禮 他們就在營中休息 等著傳遇 正月十四晚上 他們在耶利哥平原首如月節 第二天 他們就吃到了當地出產的食物 再不用吃媽拿了 約書雅靠近耶利哥的時候 舉目觀看 誰知見到一個人 手裡拔出一把刀 站在他的對面 約書雅問 你是來幫助我們 還是來幫助我們的仇敵 那個人說 我是要來做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約書雅趕緊虎伏在地 我主有什麼請吩咐 先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站的地方是聖地 約書雅就照著做 天使告訴他 攻打耶利哥成的辦法